大家好,众所周知,中国是一个痴迷于创建巨型项目以满足不断扩张的人口的国家。 美国工程师承认,当涉及到巨型项目的建设时,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匹敌。 如今,中国真正配得上基建狂魔的称号。 这些项目让许多外国人惊叹,显而易见中国在工程实力方面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。 中国的建设热潮似乎即将再次点燃。 在这一期视频中,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令美国工程师印象深刻的巨型工程项目。 但在向您展示这些项目之前,在这里恳请您支持我们的视频,点赞并关注我们。 我们重视您的意见,并邀请您在下方评论区分享您对这些卓越工程壮举的看法。 话不多说,让我们开始这段非凡之旅吧。 现在让我们继续。 首先,让我们介绍一座美国无法解决的桥梁。 位于纽约市哈莱姆河上的汉密尔顿大桥,是该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。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,引发了安全担忧。 美国邀请国际工程团队进行招标,很自然地中国赢得了中标。 但是美国能接受这一点吗? 建造这座桥面临着诸多挑战。 美国不断设账,要求严格条件以确保现有交通不会在施工期间受到影响。 为什么要建一座新桥? 因为旧桥已经损坏了,谁还会继续使用坏掉的东西? 任何其他国家的工程师面对如此困难都会放弃。 但中国不同,中国不仅帮助美国修复了这座桥,而且工程质量完全符合美国标准。 想要给中国工程师找麻烦只是一厢情愿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由中国工程师在苏丹建设的世界上最长的大坝。 苏丹的脉络为大坝,位于首都喀土木以北约350公里处, 全长1.1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大坝。 考虑到中国的三峡大坝只有2335米长,脉络为大坝实际上就是第二座三峡大坝。 当苏丹首次发布全球招标时,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没有国家敢回应, 因为这个项目的预算太低不足以盈利。 中国主动出手并承担了这个项目。 在达成协议后,一支中国专家团队被派往协助施工。 最初,由于苏丹缺乏使用先进材料的工业和经济实力,建设面临困难。 这迫使中国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土石方案。 然而苏丹的工程师缺乏足够的技术专长, 因此中国工程师不得不亲自动手, 同时建造大坝并教授苏丹工程师。 很快有技术娴熟的苏丹工程师展露头角, 他们与中国一起克服了许多挑战,完成了这个项目。 大坝完工后,苏丹国力大幅跃升。 然而,正如美国专家所预测的那样, 项目的预算严重不足,给中国留下了很少的利润。 那么,为什么中国会帮助苏丹建设大坝呢? 原因很简单,中国旨在扩大与非洲国家的合作。 大坝完成后,苏丹对中国给予了极大的信任, 为两国之间的许多合作奠定了基础。 如今,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。 在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背后, 很少有人知道, 中国在修建一条超长隧道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, 挖掘了14公里, 每年只能完成两公里多。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。 这条北非最长的隧道, 法国工程师认为是一场灾难, 因为它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。 中国工程师花费了近七年时间克服这一挑战。 这条隧道的成功凸显了中国的建设能力, 让许多国家将它们的基础设施项目委托给中国。 如今,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法国。 接下来,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境内的大形象。 在项目完成之前, 它就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。 电力建设一直是中国未来的焦点, 因为其庞大的人口需要逐年增加的能源。 由于中国内陆许多经济设施依赖水运, 水利工程是必不可少的。 尽管三峡大坝的建设显著改善了中国的电力供应, 但仍无法满足目前的电力需求。 中国以其先进的水利工程而闻名, 西电东宋工程就是这背景的产物。 该项目的核心是白鹤滩水电站, 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再建恐怕之一。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, 在金沙江主流上建成。 它是金沙江下游四大水电站中的第二大水电站。 仅用四年时间, 水电站便竣工并开始蓄水。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, 经历了电力测试和并网调试, 然后所有机组正式投入运行。 这个项目打破了众多世界纪录, 与三峡大坝一样具有挑战性。 白鹤滩水电站的成功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工程能力, 尤其是在发电方面。 目前在中国西部没有其他如此强大的水电厂, 这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 然而对中国来说, 建造这样的大型设施并非一室, 尤其是考虑到其位于一个地震多发区, 基本要求是它要耐震、 坚固、可靠且耐久。 为了完成大坝的胶筑, 施工人员必须同时挖掘和运送材料。 地质学上金沙江地区的天然坝基不稳固, 主要由玄武岩组成, 由于其多处断裂容易产生裂缝。 如果长时间接触水, 它会膨胀增加坦塌风险。 为了减轻这一问题, 中国的工程团队在胶筑过程中使用低热量水泥, 确保热量释放最小, 以防止裂缝产生。 此外, 他们还发明了无缝施工接头技术, 使泄洪碎洞看起来光滑如镜。 最终泄洪碎洞完成了洪水排放测试, 以每秒48公里的速度排水,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组无压力泄洪碎洞。 毫无疑问, 白鹤滩水电站是中国水资源管理计划中的重要项目。 它将为中国东部提供充足的电力, 同时为全球的绿色、低碳和环保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 白鹤滩水电站每天产生的电力, 可以满足50多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。 在兼顾的地下枪式中, 这些大型发电机现在可以安全地投入运行。 尽管对环境问题存在不同意见, 但这标志着中国未来能源方向的转变, 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。 随着新水利管理计划的推进, 中国在走向清洁能源的道路上降取得更大的进展。 近年来, 中国不断建设大型工程项目, 增加对新项目的投资, 并在基础设施领域建立了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模式。 中国的新基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, 凭借其庞大的市场, 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中国发展基础的初心, 实施新基建具备所有必要条件。 在技术成熟度方面,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带来的优势, 拥有丰富的数据和多样的应用场景, 有利于利用现有技术完成新基建任务。 中国的基础设施不仅给国民带来便利, 还开始扩展到境外, 帮助其他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。 中国的基础设施努力不仅帮助其他国家实现了现代化, 还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好处。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 中国在工程和建设方面的卓越实力, 让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。 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的? 我们非常期待在下方评论区听到您的想法和见解。 不要忘记点赞这个视频,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, 以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。 感谢您观看,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再次见到您。 保证,再见!